李阿姨年轻时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子,对生活总是充满期待。 在大学时期,她跟后来的丈夫相识,两人毕业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迎来了他们的宝贝儿子,为这个家更添了一份温馨。 但好景不长,随着丈夫事业的攀升,她渐渐疏远了家庭,最终背叛了李阿姨,选择了另一个女人。 这场变故对李阿姨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为了心爱的儿子,她选择坚强面对。 离婚后,她一人肩负起抚养儿子的责任,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虽然生活艰辛, 但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她把所有的爱和期望都倾注在儿子身上,希望她能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岁月如梭,儿子长大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李阿姨本以为能松一口气,享受天伦之乐。 但出乎意料的是,儿媳婚后却迟迟不肯生育,总已想过二人世界为由推脱。 直到有一天,儿媳宣布已怀孕,李阿姨虽感惊喜,但心中也涌起一丝困惑。 回想起儿媳之前的种种,她恍然大悟,原来儿媳是故意等到自己退休后才决定要孩子,这样她就能帮忙带孩子了。 虽然心里五味杂陈,但李阿姨还是选择了接受。 毕竟她已退休,有时间帮忙照顾孩子。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全身心投入到照顾孙子的生活中,无论是喂奶、换尿布还是哄睡,都亲力亲为。 然而,当孩子上幼儿园后,儿媳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开始挑剔李阿姨的种种不适,从做饭的口味到打扫卫生的习惯都成了她攻击的目标。 更让李阿姨心痛的是,儿子在儿媳的影响下也开始对她心生不满。 她开始站在儿媳一边,指责和冷落李阿姨,让她感到无比的委屈。 尽管李阿姨努力尝试与儿子和儿媳沟通,希望能找到一种和谐的相处方式,但每次沟通都以失败告终,反而加剧了矛盾。 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已经变得多余。 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李阿姨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她收拾好行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曾经让她付出全部心血的家。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她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悲伤,但也感到了一种解脱。 她知道,自己需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离开儿子家后,李阿姨找了一份在社区图书馆整理书籍的轻松工作。 这份工作不仅为她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还让她有机会与更多的人交流,逐渐走出了阴霾。 有一天,她多年未见的老姐妹王阿姨来图书馆借书,两个人都很高兴,聊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王阿姨听了李阿姨的遭遇后,非常同情,告诉她自己现在住在一个很不错的老年社区里,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生活得非常开心。 王阿姨还提到社区里有一个叫吴大爷的老人,他人非常和善,丧偶多年,但一直没找伴侣,喜欢阅读,想介绍他们认识一下。 李阿姨听后心中一动,几天后,吴大爷果然如王阿姨所说来到了图书馆。 他身材高大,精神觉硕,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 李阿姨为他推荐了几本好书,两人一见如故。 之后,吴大爷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每次都会与李阿姨聊很多。 渐渐地,两人开始了解彼此的生活,发现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 李阿姨被吴大爷的温和与博学所吸引,而吴大爷也被李阿姨的坚韧和善良所打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 他们开始一起参加社区活动,一起散步,聊天,甚至一起做饭。 这种简单而温馨的生活,让李阿姨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然而不久后,吴大爷突然生病住院了。 李阿姨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医院看望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让吴大爷感动不已,也让两人的心更加紧密地贴在了一起。 吴大爷康复后,两人决定共度余生。 他们搬到了吴大爷的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仿佛彼此已经成为了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们在一起五年后,吴大爷因病瘫痪了。 在吴大爷生病期间,李阿姨始终不离不弃地守在他的床前照顾着他。 吴大爷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神志仍然清醒。 他深深地感激李阿姨的付出,也为有这样一个伴侣而感到幸福。 但最终病情还是恶化了,吴大爷握着李阿姨的手微笑着离开了人世。 那一刻,李阿姨心如刀脚。 料理完吴大爷的后事,李阿姨的心中充满了空虚和失落。 他站在吴大爷的墓前默默地做最后的告别。 就在这个时候,吴大爷的女儿吴敏走了过来,他感激李阿姨对父亲的照顾,并询问他的打算。 李阿姨表示想回到老家自己生活,但吴敏不放心他一个人,想让他搬去同住。 李阿姨很感激吴敏,但还是选择了拒绝。 最后,吴敏也不再勉强他,并帮助他安顿好了一切。 临别之际,吴敏给李阿姨看了一段父亲生前的视频。 在视频中,吴大爷表达了对李阿姨的感激和关怀,并希望在自己离世后,女儿能代替他照顾好李阿姨。 看完视频,李阿姨泪流满面,深深感受到了吴大爷的爱意。 然后,吴敏把李阿姨送回了他的老家。 几天后,李阿姨突然收到了一条银行信息,提示他的账户里转入了二十万。 正当他疑惑时,吴敏打来了电话,解释说这是父亲的遗愿,他要求在自己去世后,将他的存款转交给李阿姨。 尽管李阿姨本想拒绝,但耐不住吴敏的劝说,最终接受了这份深情的馈赠。 自此以后,李阿姨和吴敏的关系更进一步,他们像亲人一样相处。 无论是重要的节日,还是平日的闲暇时光,他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享受那份难得的亲情和幸福。 在这个温馨又感人的故事中,我们目睹了李阿姨一生的风风雨雨。 年轻时,她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享受着新婚的甜蜜与幸福。 然而,丈夫的背叛让她跌入人生的低谷,但她却以难以置信的坚韧和毅力重新站了起来。 为了心爱的儿子,她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李阿姨在儿子和儿媳的疏远中,虽然内心深感痛苦, 但她始终以一颗包容和理解的心去对待。 晚年,当她遇到了真爱的吴大爷,她的生活再次被爱情的温暖所包围。 尽管他们不得不面对生死离别的残酷现实, 但李阿姨依然坚守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 李阿姨的坚强和乐观令人敬佩。 吴大爷离世后,她虽然身陷悲痛,但并未沉溺其中, 而是选择勇敢地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当吴敏提出要与她同住时,她出于不想给年轻人添麻烦的善意, 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份独立与善良让人动容。 而吴大爷的临终遗愿和吴敏的真诚关怀, 无疑是对李阿姨过去所有付出的最好肯定。 这种超越血缘的真挚情感, 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人性中的美好与温暖。 这份情,这份爱,是生活中最为珍贵的宝藏。 最后,李阿姨接受了吴大爷的遗产, 这不仅仅是一份物质的礼物, 更是对他一生勤劳、善良和坚强的精神嘉奖。 而他与吴敏之间日益深厚的感情, 也向我们展示了亲情的真谛, 不在于是否有血缘关系, 而在于是否真心相待。 通过李阿姨的故事, 我们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 无论人生路上有多少坎坷与波折, 只要我们坚守善良与坚韧, 幸福与温暖, 就一定会如约而至。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家有极品小姑子。 家里的自建房拆迁, 拿到拆迁费185万。 小姑子闻讯上门, 竟称必须给他三分之一。 小姑子叫朱莺莺, 今年32岁, 离婚三年。 离婚这三年里, 只回过家一次, 自称在南方某大都市打工。 吃过晚饭, 全家人坐在客厅里, 开始商量着事。 朱莺莺先开口道, 拆迁的是我们住家。 我兴朱, 从小在这个家长大, 这笔拆迁费就有我的一份。 拆迁费一共185万。 妈一份, 我哥一份, 我一份, 三六十八, 正好。 剩下五万, 我可以不计较给你, 但余下那六十万, 你良心月必须给我交出来。 我忍住朝他扔烟灰缸的冲动, 看向他说, 朱莺莺, 你能讲典礼吗? 拆迁费有两部分组成。 一是户口补贴, 我们家只有五份, 我家四口, 还有妈, 一共五个人。 而你住莺莺的户口, 早在婚后就迁走了, 所以哪里还有你的份? 第二部分是房屋补偿费。 我家三层楼, 一楼是爸妈早年建的, 这部分钱我没有拿, 给妈存在了银行里。 二楼三楼, 是我跟你哥结婚后建, 自然是我们的。 所以, 你凭什么来分六十万? 婆婆和老公都不说话, 算是默认了我的话。 朱莺莺看两位至亲都不开口, 双手一甩, 撒泼说, 谁跟你扯这些? 你就说, 拆迁的是不是我们住家? 我姓不姓住? 我姓住凭什么没我的份? 我深知我这次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了。 可想耍横是吧? 谁怕谁呀? 我抱起双手, 你不服就去找政府评理, 或者直接去法院告我也行。 除非法院怕我该给, 否则, 我一分也不会给你。 梁新月你不要脸。 你凭什么拿我住家的拆迁费? 你算什么东西? 你把钱给我拿出来? 祝莹莹直接要扑上来跟我撕, 婆婆赶忙拉住她。 老公也气得吼道, 本来就没你的份你凭什么回来要钱? 你去打听打听哪家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就是从小被惯坏了。 我看到婆婆欲言又止的样子, 显然是想让我把钱拿出来, 稀释宁人。 可凭什么呀? 这是拆迁补偿, 是把我们原来的家拆了给我们集后代的补偿, 谁该有谁没有拆迁政策, 写得清清楚楚, 祝莹莹根本就没份, 凭什么还想回来分走六十万? 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再说, 就算要做慈善, 也轮不到她这种人的头上。 祝莹莹撒泼没成, 第二天一早, 风风火火地去找相关部门。 我懒得理, 坐等她的消息。 我就不信, 这完全没理的事儿还能翻出花来。 果不出所料, 跑了四五天, 半个来帮忙说理的人都没有。 祝莹莹像只豆败的公鸡, 丧气了一天, 又开始窜多亲妈, 让她叫我把婆婆那份拆迁费拿出来。 可婆婆那部分户头费, 我们已经用来买了新房。 我跟婆婆把话讲清楚, 妈, 如果你非要拿走这些钱, 就是默认你以后要跟着住莹莹, 不再跟我们同住, 也不要我们负担。 如果你的回答是确定, 那我们拿笔把这个情况写清楚, 再找人签字作证, 免得以后说不清楚, 你看怎么样? 婆婆一听立马耸了, 自己的女儿是什么德性, 她当亲妈的还能不知道。 祝莹莹的计划连番落空, 又来一招耍赖, 直接说她不走了, 她要一辈子住在这里。 祝莹莹死疲赖脸地住下, 继续打拆迁费的主意。 我心知肚明, 但也不可能把她的行李扔出去, 把她推出门。 除了郁闷摊上这么个不要脸的小姑子外, 只能暗暗琢磨着她要出什么招, 我该怎么应对。 第一步, 我先购置了三个摄像头, 找了没人的时候, 悄悄把摄像头安装在隐蔽, 又能拍摄到画面的地方。 这是个凡事都要讲证据的年代, 我没钱请保镖, 装几个摄像头也算有了一些安全保障, 心里踏实些。 然而, 没过几天, 我发现自己放在卫生间的护肤品被人动了手脚, 水乳和精华液被倒掉大半, 晚霜更被换成了猪油。 我查看摄像头, 又看到祝莹莹进出的画面, 我忍着没吭声, 重新买了新的放卧室里。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这种行为很幼稚, 很没品。 然而, 祝莹莹竟还上瘾了。 这天早上, 我急急忙忙出门上班, 也没注意到鞋子不对劲, 到了公司才发现脚上实在黏黏不舒服。 结果, 鞋子里居然被人涂了胶水。 幸亏我穿了双丝袜, 要不然, 怕是要掉一层皮。 可即使穿了丝袜也够呛, 鞋子袜子脚粘在了一块, 在鞋子里灌了一天水, 才把脚取出来。 真的欲哭无泪。 这么低级的手段, 除了祝莹莹, 还有谁? 我气得咬牙, 行, 她喜欢胶水是吧, 那我给她买一大瓶。 下班后, 我去文具店买了一瓶200毫升的液体胶水。 晚上, 找了个机会, 我溜进卫生间, 把胶水倒进洗发水瓶子里, 回进祝莹莹一回。 因为祝莹莹每天跟个夜猫子似的, 玩手机到大半夜, 才摸去卫生间洗漱。 不出所料, 祝莹莹半夜三更, 头发被胶水沾成一团, 冲到我们房间门口, 踹门撒泼大骂。 先干坏事的人是她, 我才不怕, 爬起来跟她大吵一架。 第二天, 祝莹莹去理发店捡了个寸头, 又买了顶假发。 下场很可笑, 可我实在笑不出来, 我知道, 这样的情形 只能愈演愈烈。 这件事发生后, 老公警告祝莹莹, 别再干这种事, 要是再发现, 就把她赶出门。 婆婆也求她, 别再惹事了, 好好过日子吧。 祝莹莹大概也发现我不好惹, 暂时掩齐息鼓。 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 她故意在家大肆浪费, 比如把家里调味料大部分倒进垃圾桶, 把洗衣粉洗衣液等倒进厕所, 水龙头开一整夜不关水, 一天24小时开空调等等。 可因为我白天要上班, 一开始并没发现这些小事。 婆婆倒是发现了, 可为了包庇自己女儿, 她只字未提, 直到水电器公司纷纷提醒我缴费, 我才难闷, 怎么这才没多久就用完了? 这天半夜, 我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听到屋里有哗啦啦的水声, 那么地走到副卧的卫生间打开灯, 居然看到水龙头敞开到最大, 水一直画花流。 我把水关掉, 真的无语又郁闷, 这种小人行径实在令人作恶。 第二天, 面对水电器公司的联合缴费提醒, 我视而不见, 给妈妈打电话, 说要带孩子回家住几天, 全家都来。 下班后, 我回家收拾了衣物, 把贵重的东西也装进行李箱。 等老公下班后, 把卧室门关好, 带上两个女儿一起离开了家。 我去跟婆婆说要回娘家住几天的时候, 贴到祝英英在房里得意地笑, 不过我知道她很快就会笑不出来。 不出意外, 当天晚上, 停电了。 第二天, 水和天然气也停了。 婆婆急急忙忙地给我打电话, 让我缴费。 我说, 妈, 我在缴费也经不起 祝英英这么折腾啊, 她水龙头一夜不关, 空调开二十四个小时, 这么下去, 怕是得叫英勇去开个水厂和电站供应她才够吧。 婆婆被说得哑口无言, 我对她其实也有怨气, 她早就知道 祝英英这些行为, 身为母亲竟然不制止, 反而来积极催我缴费。 我就是要让她们好好过过停电停水停气的日子, 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收拾包包滚蛋。 之后, 婆婆竟然又给我老公打电话, 让我缴费。 我把事情告诉了她, 她也被气得无语了, 说别管她们, 自作自受。 我本来打算在娘家住十天, 结果第五天, 婆婆实在撑不住了, 亲自上门来求情。 被我妈数落了一顿, 叫她别再这样纵容祝英英。 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都三十二岁了。 婆婆憋了一肚子气, 回家狠狠把祝英英骂了一顿, 但我能听出, 也不过是走过场罢了, 让祝英英离开家的话, 婆婆只字未提。 我趁机说, 既然祝英英打算长期住在家, 那生活费得交吧。 祝英英一听提到钱, 顿时火了, 指着我大骂, 说我私吞了她的六十万 她还没问我要, 我凭什么叫她给生活费? 那可是整整六十万啊, 我要是有了这笔钱, 早买套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了, 何必还在这里受窝囊气? 我无语, 她真是得妄想症了吧? 我冷笑, 一分钱生活费不想交是吧? 那我想, 哪天断电就哪天断, 想哪天停水就哪天停, 甚至要不要买米买油, 也看我心情。 祝英英怒瞪我, 却半句反驳的话都骂不出来。 大概婆婆也意识到 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吧, 开始暗中托人给女儿说美。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婆婆高兴地说, 有人给介绍了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子, 要祝英英明天去相亲。 祝英英一副完全没兴趣的样子, 也不答应去, 还是不去。 我看婆婆兴致很高, 就随口问她是什么样的条件。 婆婆忙说, 33岁, 黎毅有一个儿子, 个子高, 长得也好, 还是家里独子。 她家入股了屠宰场, 每年至少能分十多万。 唯一不好的就是还住在镇上, 不过人家说, 一旦确定要结婚, 就到城里买房子。 我听完觉得条件是挺不错的, 就说, 这条件听起来是不错, 可以去看看试试。 也不知道这句话 哪里戳中了祝英英的痛, 她突然筷子往桌上一砸骂道, 要是你他妈自己去世,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诡计吗? 你就是想方设法地想, 赶我走是吧? 我告诉你, 良心悦, 我还偏就不走了。 我无语了, 是妈托人给你说美, 我才懒得管你的事, 你爱嫁不嫁, 你这辈子单身都跟我没关系。 祝英英突然大骂一声贱人, 竟然抓上自己的饭碗, 就朝我砸来。 我猝不及防挨了她一碗, 脸颊钻心地疼, 下一秒, 我也顺手抓起一个碗, 狠狠朝她砸去。 我也没注意抓的是什么碗, 结果是一只盛满凉拌凉粉的碗, 于是半碗的油辣子跟着碗一起砸在 祝英英脸上。 祝英英被辣得哇哇大叫, 婆婆赶忙抽纸巾给她擦脸。 好不容易把脸上的辣椒油抹干净了, 祝英英气不过, 突然一把掀翻了桌子。 桌上的碗碟哗啦啦掉一地, 婆婆气得一巴掌打在她手臂上, 哭喊, 作孽啊, 我这是作了什么孽, 要被你这么折腾啊?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来收我的命啊? 你没来的时候, 这个家好好的, 你看你来了后, 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走吧, 你明天马上收拾包包走。 你再不走这个家, 是过不下去了。 我谢天谢地, 婆婆总算看清楚这个事实了。 如果婆婆要把一层楼的八万多块钱拆迁费给祝英英, 我不反对。 其实这些年, 婆婆一直在贴补祝英英, 前前后后已经不知道砸进去多少钱, 我也假装不知道。 她本该感恩, 可她丝毫没这么想, 反而贪得无厌。 对此, 我想说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今天是周末, 但是老公不在家, 还在加班, 两个孩子在家, 反被吓得够呛。 中午饭也没吃好, 我只能给他们叫了外卖。 婆婆默默地收拾一地的饭菜, 祝英英在卫生间里洗漱。 我脸颊上鼓起一个大包, 用冰块和鸡蛋轮番消肿。 这一次, 我发现婆婆是终于下定决心要让祝英英离开了, 不禁暗暗输了一口气。 等祝英英从卫生间洗碗澡出来, 婆婆就跟着进了客房。 我猜应该是劝她离开, 并给她八万多块钱。 不, 应该是外家婆婆的私房钱, 凑够十万。 就在我以为祝英英应该会妥协时, 没想到她竟然哭着突然从房里冲出来, 拉开门跑了出去。 婆婆冲出门叫她回来, 问她要干什么。 祝英英只说了一句, 我这就去死。 你满意了吧? 惊了, 婆婆到底跟祝英英说了什么? 楼顶上, 烈日正刚, 祝英英站在楼顶边缘, 一只手抓着防护栏, 准备跳楼。 婆婆跌跌撞撞地爬到楼顶, 哭喊她回来。 祝英英哭着说, 她的命实在太苦了, 在娘家被婆婆和老公欺负, 回到娘家又被恶毒嫂子欺负, 其娘也不给她做主, 还要赶她走。 天大地大, 她却没有一个容身之所, 还不如一死了之。 我已经拨打了110, 楼下也聚集了不少人观看。 我脸颊痛得难受, 可还是忍着痛, 爬到楼顶来帮忙劝祝英英。 我可没想过要她的命。 祝英英看到我, 立即指着我喊, 良心愿, 你立即把我的六十万给我, 你要是不给, 我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 婆婆立即转头对我说, 你先答应她, 把她劝下来再说吧。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 我想着不行了, 我要是答应了, 祝英英岂不是更有理由要钱? 何况这是我亲口承诺的事, 我再拾口否认, 说不过去啊。 良心愿, 你给不给? 你不给我就让所有人知道 是你逼死我的。 祝英英又大喊, 你答应她, 快答应她呀。 婆婆也在一旁不停催促, 可我内心里真的不想答应, 我凭什么呀? 我不给你就去死, 那我给了你, 我还想死呢? 那点拆迁费, 买完房再加上 添置各种家具家电后, 只剩五十三万, 我还有两个女儿 一个老人要养, 我们还计划买一辆车, 这么一算下来, 根本没剩几个钱。 更别说每月的物馆费, 水电器费, 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花钱。 要是再被祝英英拿走, 那我们一家才是真的没法活了。 我不松口, 想了想, 干脆转身离开, 要死自己去死, 我眼不见为净。 一看我要走了, 祝英英在后面大叫, 良心愿你给我回来, 你不给我钱我就跳下去, 我真跳下去了。 婆婆吓得抱住我的胳膊, 求道, 你答应她, 先答应她, 等她下来再说呀。 我看向婆婆, 妈, 她要真想寻短剑, 我们今天能让她下来, 可明天呢? 后天呢? 你能跟她一辈子吗? 我只向祝英英, 祝英英, 你别再演戏了, 我才不相信你会跳下去。 你今天要是从楼顶下来, 就别想我给你一分钱。 想晒太阳是吧, 让你好好晒个够。 祝英英震惊地看着我, 那模样恨不得把我吃了。 没错, 我反应过来了, 这货又开始做, 又开始演戏了。 她会跳楼吗? 答案是, 不会, 绝对不会。 一个好吃懒做, 贪生怕死, 贪得无厌的人, 怎么可能舍得去死? 她就是想逼我答应给她钱, 我就不该一时心软, 上楼来劝她。 这才是我最后悔的事。 祝英英朝婆婆大喊, 妈, 是梁新月逼我跳楼的, 是她要逼死我呀。 婆婆也哭着, 求我先答应她。 我怒视祝英英, 居然自己亲妈都利用, 真是毫无道德底线。 幸好此时, 消防员冲了上来。 婆婆赶忙又去求消防员, 帮她救女儿, 我趁此机会赶紧下楼。 祝英英看到我跑, 居然在后面大叫我站住回去, 无耻到极点。 最后, 不出所料, 祝英英在楼顶坐了一阵, 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 一群浸湿, 加上脑袋上一个包, 狼狈至极。 祝英英自导自演了一场跳楼戏, 结果一分钱没拿到。 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 好处就是婆婆不敢赶她走了。 我其实挺佩服祝英英的, 这些小聪明要是用在正道上, 又何愁混成这个样子呢? 跳楼事件后, 祝英英消停了一段时间。 但我知道, 只要她还待在这个家里, 就意味着她还没放弃自己 要分拆迁费的目的。 这天晚上, 我把两个女儿哄睡后, 坐在床上看手机, 忽然听见祝英英问我老公要手机。 我仔细听, 好像是祝英英说她的手机没找着, 要我老公把手机给她打电话找一找。 他们始终是亲兄妹, 老公对她自然还是信任的, 她正忙着去洗澡, 毫不犹豫地把手机递给了祝英英。 我有点难闷, 可转念想着拆迁费在我手里, 她拿了我老公的手机也没用啊。 我只要看紧我的手机和身份证就好。 然而, 我还是低估了祝英英。 等老公洗完澡出来, 才想起手机还在祝英英手里, 又过去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拿回手机后, 老公玩了一会儿游戏, 我催促她睡觉, 她这才不情不愿地把游戏关了睡觉。 第二天, 工作之余, 我又想起祝英英忽然借她割手机这件事。 她为什么要借她割手机呢? 婆婆也有手机啊, 论关系, 她们母女更亲近, 她要是需要用别人的手机, 该借亲妈的手机才对啊。 还有, 她除了手机外还有一个平板, 如果手机找不到, 完全可以用平板呼叫手机。 所以, 借手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越想越不安, 越想越觉得事情蹊跷。 我等不及下班, 赶紧给老公打电话, 问她晚上什么时候回家。 她说, 最晚八点应该能回家。 行, 那你尽量早点回来。 还有, 你今天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短信电话之类的吗? 还有你看看你的通话记录, 昨天有没有拨打过陌生电话? 什么意思? 你要查我行踪吗? 我每天工作累得要死, 哪里还有心情想别的? 我可是清白的。 我无语, 祝英勇, 谁跟你说这个呀? 总之你早点回来, 我真有证实跟你说。 挂上电话, 我马上搜索, 如果丢失手机会有什么损失, 结果显示, 最可怕的后果就是个人资金的安全问题。 下班后, 我又打电话催促老公早点回家。 结果, 晚上六点四时, 老公就被摧毁了家。 一回家, 他立马把手机扔给我, 气呼呼地让我随便查。 我暗骂傻袍子, 赶紧打开他的手机, 迅速检查他的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 迅速浏览一遍无误后, 我马上登录他的手机银行。 他手机上只有一个农行电子银行, 密码就是锁平密码。 我登录进手机银行, 点开交易记录, 立马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的账户上, 居然有两笔二十万的贷转款, 离最终交易时间只剩三个小时。 祝英勇。 我大喝一声, 你给我马上过来。 片刻, 正在客厅跟孩子玩的老公走过来, 紧张地问我, 你不会真发现了什么吧? 我发誓, 我绝对是清白的。 我懒得跟他胡扯, 立马把手机给他看。 但终于看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后, 他脸色几乎都吓得瞬间白了。 怎么会这样? 他战战兢兢地看向我问, 我账户里没有这么多钱啊, 这是怎么回事? 网贷。 我一边说, 立即撤销转款。 谢天谢地, 银行转款要24小时才到账。 撤销转账后, 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马上查看昨天的转账记录, 果然查到两里20万的转账都来自网贷公司。 也就是说, 有人用我老公的手机向网贷公司贷款40万, 然后又从他的银行账户里将这40万转到其他银行账户里。 如果这笔转款成功, 我们将莫名其妙地背上40万的贷款。 祝银行转账。 老公大吼一声, 匆匆冲出房间, 朝祝银行的房间冲去。 事到如今, 连傻子都知道这就是祝银行的手笔。 很快, 客房的方向传来兄妹俩大吼大闹的声音。 当然, 声音主要是我老公的, 至于祝银银, 除了哭就是叫冤枉。 另外, 还有婆婆的, 一个劲地劝我老公有话好好说。 妈, 这是能好好说的事吗? 你知道他这是什么行为吗? 他这是电信诈骗, 是犯罪。 40万啊, 他居然诈骗我40万, 他这是人做的事吗? 这要是被警察立案, 他会被抓去坐牢, 少说十年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 我要跟你断绝兄妹关系, 以后你祝银银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 老公气得一个劲得大吼。 公公去世早, 老公一直非常珍视美味家人。 这些年, 他明知道婆婆时常贴补祝银银, 暗地里还悄悄拿钱给婆婆。 谁会想到, 祝银银从我这要不到钱, 居然朝自己亲哥哥下手。 老公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 我看见他的手, 依然因为愤怒和激动, 止不住地颤抖。 我听见婆婆也骂祝银银疯了, 怎么能做这种事? 祝银银一边哭, 一边说, 还不是因为我不给她那六十万, 她才这么做的。 再说, 她这还不够六十万, 言下之意是还便宜了我们二十万。 没救了, 我真的觉得祝银银是彻底没救了。 只要她一天不离开, 我们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看向老公说, 自从祝银银来到家里, 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断过, 我觉得我们再不能跟她住一块了。 要么她搬走, 要么我们搬走。 要搬当然是她搬, 我们的房子凭什么让给她一个人住。 老公气愤地说, 起身匆匆走去客房。 在门口说, 祝银银, 明天之内你必须给我搬出去, 否则我把你东西扔出去。 妈, 你要不是不放心她, 也可以跟她一块出去住一段时间, 房租我出。 老公说完, 不容反驳地走回来。 我松一口气, 这话还得她说才行。 婆婆没吭声, 事已至此, 她应该明白也只能这样了。 片刻, 婆婆走过来, 跟我们商量明天搬家的事。 突然, 有个身影一晃, 我转头看去, 就看到祝银银手里 拿着一个棕色的小瓶子, 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都想要我死尸吧, 我这就如你们的意。 说完就拿起瓶子, 仰头喝起来。 瓶子并不大, 就小孩子喝得只可糖浆大小, 很快就喝完了。 祝银银银银银银银子倒扣, 以证明里面已经一滴药都没有了, 还抬手擦了擦嘴角, 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 你喝的是什么? 婆婆结结巴巴地问。 赶忙走上去, 一把夺过祝银银手里的瓶子, 顿时被瓶身上大大的百草窟三个字 吓得魂飞魄散。 我也吓了一跳, 百草窟是何等厉害的农药, 喝下去那是必死无疑呀。 祝银银真要去死。 我看到此时还一脸淡定的祝银银, 倒是有点佩服她, 赶忙拨打120。 在等救护车来的这段时间, 婆婆又哭又求, 要祝银银赶快扣喉咙, 把药吐出来。 婆婆早年正是种菜卖, 她比谁都更明白 百草窟有多厉害。 百草窟一旦进入人体, 五脏六腑都会逐渐被毁掉, 神仙也就不回来。 老公看着两个最亲的亲人, 一脸茫然。 大约二十分钟后, 救护车来了。 这个结果眼上, 是个人都会赶紧配合医生上车 去医院救治吧? 可到祝银银, 这又出幺蛾子了。 她竟双手死死抓着门框不出门, 说她不去医院, 她要死也死在家里, 死在母亲身边。 婆婆在她身边跪下, 哭着求她快去医院, 说她要是死了, 自己也不活了。 我让老公强行把人拉下楼。 老公双手抱住她的腰, 强行拖出门, 祝银银一边打她的手 叫她放开, 一边说她就不去医院。 说实话, 我真的佩服她如此坚决去死的意志。 面对死亡, 有几个人不会害怕。 我实在没想到, 祝银银还有这样的血性。 然而, 事实证明, 我的见识实在太少了。 祝银银终于被弄走了, 房子里瞬间清静下来。 我没有跟去医院, 在家照看两个孩子。 我们娘仨一起坐在沙发上。 两个孩子也是被吓到了, 一声不吭。 我抱着小女儿, 她握在我怀里, 昏昏欲睡。 把孩子哄睡后, 我洗了个澡坐在客厅, 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一遍。 忽然, 我想到一个问题, 祝银银怎么会把一瓶百草窟藏在房里? 她提前买百草窟的原因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如果要说她随时准备喝药自杀, 我绝不相信, 要知道, 刚刚她还在为四十万的网贷狡辩, 对四十万根本不满足。 脑中仿佛电光火石般闪过,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我赶紧起身, 去找农药瓶。 百草窟瓶子已经滚到了餐桌底下, 我把瓶子捡起来。 这是一个二百毫升含量的小瓶子, 盖子已经不见了, 我把瓶口凑近鼻子闻, 却怎么也闻不到里面的药味。 我仔细翻看瓶子, 越看越觉得, 跟我给小女儿买来用于纸壳的仙竹粒的瓶子很像。 我伸手去撕瓶身上的标签, 小心翼翼地把标签撕下来后, 才看到背后还有一个没被撕干净的标签, 标签上残留着一个竹子。 这一刻, 我真是各种脏话都想标出来, 难怪刚才祝英英死活不去医院洗胃, 不仅因为她知道自己死不了, 还因为她惧怕为了解毒催吐洗胃的那一系列过程。 她深知那个过程生不如死, 想必之前就干过这种事了。 此时我实在不得不佩服, 朱英英简直是人才呀, 不但能自演, 还能自导, 甚至兼编剧, 这种人才怎么就给埋没了呢? 我真他妈服了。 可就我一个人知道, 她喝假药不行啊, 我必须揭穿她这鬼把戏, 不然, 这局我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啊。 我马上给老公打电话, 让她请医生务必化验一下 朱英英的呕吐物, 一定要做到, 不然就换我喝药。 两个小时后, 老公扶着婆婆回来, 事情果然如我所料, 朱英英啥是没有。 婆婆对我满腹怨气, 正眼都不愿看我一眼。 我只有悄悄问老公, 呕吐物化验结果出来了没有, 老公说还没出来, 要明天才能出来。 而朱英英因为催吐后根本站不起来, 要在医院住一天再观察一下情况。 第二天, 我特地请了假, 冲去医院拿化验报告。 看到化验报告从自助打印机里慢慢出现的那一刻, 我真是比拿自己的化验报告还激动。 白四纸拿在手里, 上面一串字我都跳过。 直接看结果。 结果毫无意外, 显示检验物无任何有害物质。 我拿着报告匆匆去住院病房。 病房里, 朱英英还坐在床上装虚弱。 当然, 她也是真虚弱, 毕竟昨晚被催吐洗胃折腾得不轻, 早上又只喝了几口稀饭。 看到我进来, 立即狠狠地瞪我, 恨不得跳起来吃了我。 我对她温柔地笑, 看向还在床边一脸纳闷的医生。 因为医生复查后, 发现朱英英已经屁事没有了。 而按理说, 喝下一瓶百草枯后怎么也不可能没点后遗症, 其实只要喝下三十毫升以上的百草枯, 基本是死翘翘。 而朱英英喝下的是整整一瓶, 结果还啥是没有。 难道这是出现了医学奇迹? 医生, 这是病人呕吐物的化验报告, 麻烦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立即递上化验报告说, 医生正纳闷得很, 赶紧接过报告仔细看。 我看到医生把报告来回看了两遍, 第二遍甚至凑近自己的眼睛, 怕看错了。 在确定不是自己看错后, 医生猛然看向朱英英问, 朱英英是吧? 你说句实话, 你喝得真是百草枯吗? 我, 朱英英语色, 看看婆婆, 又看看我。 我抬抬下巴, 示意她快说。 朱英英咬着嘴唇, 点点头。 不可能。 医生突然大叫, 手背敲着化验报告, 化验报告明明显示 你的呕吐物里 无任何有害物质。 你要是喝了一瓶百草枯下去, 怎么可能一点也检测不出来? 医生看向我们, 不仅呕吐物没有, 血液里也没有, 五脏六腑也是完好无损。 我还在纳闷, 怎么会这样? 原来,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她根本没喝过百草枯。 荒唐, 实在荒唐。 医生大怒, 昨晚急诊科的医生们 为了抢救你忙得团团转, 今天一大早, 我就担心你的情况 赶忙过来查看。 结果, 闹了半天, 你根本没中毒, 你这是把我们当好耍吗? 我当了三十多年医生,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击。 医生简直要被欺诈了, 把化验报告塞给我, 怒视我们一眼, 大步朝门口走去。 病房里的其他人 也看向我们, 窃窃私语。 婆婆搭拉着脑袋不吭声, 祝莺莺愤怒地盯着我, 抬手指向我, 良心悦,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滚, 你马上给我滚。 我把化验报告 往她病床上一扔, 我当然要走, 我得回去赶紧帮你收拾东西, 房子已经给你找好了, 既然没事就赶紧回去搬家吧。 没错, 我已经在附近小区 找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并给搬家公司打电话, 预约了搬家时间。 婆婆和祝莺莺回来半个小时后, 搬家公司的人也到了, 立马将两人的东西搬下楼。 临行, 婆婆依依不舍的样子。 我趁祝莺莺下楼, 握住她的手跟她承诺, 等祝莺莺离开或再婚后, 她要是愿意, 随时可以再回来住。 婆婆听到这话, 眼眸一亮, 像扶了一颗定心丸, 承认到是她没交好住莺莺, 宠坏了。 我那时候是听人家说女孩要富养, 免得长大被坏男人拐跑了, 哪知道, 妈, 富养是指精神上的富养, 不是物质上的富养。 您理解错了。 婆婆有点茫然地看着我, 我也没时间仔细跟她解释, 挽着她的手, 送她下楼, 嘱咐她别再灌着祝莺莺了, 我没说, 灌子如沙子。 婆婆灌祝莺莺到什么程度? 这些日子, 祝莺莺在家, 每天早上, 婆婆都要给她煮两盒包蛋, 然后捧着碗端到她手里。 据说, 从小如此, 就在我以为终于赶走祝莺莺, 她应该不会再搞出什么幺蛾子时, 这天下午, 我下班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回家, 看到婆婆站在门口。 她看到我立即怒气冲冲地质问, 门锁好好的怎么换了? 我不好直接说还不是为了防住莺莺, 马上开门请她进屋坐, 问她有什么事。 婆婆可能因为吃了闭门羹, 憋了一肚子气, 也不管弯磨脚, 直接说需要钱。 你就把咱家一楼拆迁那八万多给我吧。 婆婆直接开口说, 这钱确实是婆婆的, 我之前也当着她们面说过, 只是没想到她突然要全部拿走, 用脚趾都想得到, 肯定又是祝莺莺搞幺蛾子。 妈, 你那部分钱我给你单独存在了一张银行卡上, 凑够十万存了三年定期。 你如果现在娶可就变成活妻了, 我先跟你说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拿。 我说完, 立即起身去给婆婆拿银行卡。 我知道这点钱早晚都是要交到祝莺莺手里的, 我倒要看看, 拿了这部分钱后, 婆婆还能来要什么钱? 然而, 当我打开衣柜门准备拿卡的时候, 突然傻眼了, 专门放银行卡和现金衣柜小抽屉锁坏了, 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里面我放着几乎家里所有贵重物品, 房产证, 银行卡, 存折, 社保卡, 结婚证, 户口本, 以及我的一套黄金首饰和两万块现金。 我吓得浑身冰冷, 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祝莺莺干的。 因为这段时间来, 她每天足不出户在家, 小偷都没机会进门, 不过我不怕, 我提早就安装了监控。 我只是不敢相信, 祝莺莺居然连偷到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她还真是身怀绝迹啊。 我马上翻看监控, 很快查到事情发生她用亲哥哥手机贷款四十万那天, 看来她还真是不凑够六十万不死心啊。 我赶紧下载保存好监控录像。 这时, 婆婆走进屋, 一脸不悦地说, 你找张卡怎么找了这么久?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那笔钱? 梁新月, 全部的拆迁款都捏在你一个人手里, 我跟英勇一分都没拿呀, 我们这还对不起你吗? 你把我们母女赶出门, 一分钱都不给我们, 你这是想饿死我们吗? 我被老太太吵猛了, 妈, 我没说不给你钱啊, 我刚才不是说马上给你卡吗? 卡呢? 卡在哪里? 一张卡你拿半天都拿不出来, 难道她钻地板下去了, 你就是不想给我是不是? 我本来想好好跟她说这事, 可她这反应我觉得很有必要 给她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把抽屉拉开, 家里遭贼了, 房产证, 银行卡等全部被偷。 果然, 婆婆根本不相信, 一口咬定, 我刚才半天不出来, 就是偷偷把东西藏起来了。 婆婆马上拍腿大哭, 说我好狠毒啊, 把钱拽在手里, 一分都不肯拿出来, 要让他们母女活活饿死。 婆婆一把拽住我的手臂, 说要拉我去找人平礼。 我配合地跟她走, 嘱咐大女儿照看好小女儿, 把门关好, 跟她一起下楼。 婆婆把我拉到楼下, 看到门口的绿化带的健身区 有不少人在那玩, 立即大喊大叫, 要大家过来给她平平礼。 说实话, 她这次也挺让我大开眼界, 看来祝英英那撒泼近, 明显也有她的基因。 听到吼声, 很多人都好奇地走了过来。 婆婆看到人够多了, 立马声泪俱下地讲述她 如何被我这个恶毒媳妇欺负的悲惨事件。 我一句话不反驳, 任由她发挥。 当初, 我们为什么买那么大的房子, 就是因为考虑到 让她跟我们住一块儿, 方便照顾她。 我从未嫌弃过她这个婆婆, 即使祝英英搞出那么多事来, 我也没埋怨过她。 她倒好, 被女儿挑唆几句就跟我反目成仇了。 围观的部分老人同仇敌忾, 纷纷敲着食指数落我不像话。 我觉得婆婆能说的也都说完了。 我举起手机说, 既然婆婆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那我马上打110, 让警察过来证明我的话。 说完, 我立即拨打110。 派出所就在附近, 很快就来了两名警察, 问我们是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警察说了, 说我家糟贼了, 但是婆婆不信, 天要说我是不愿意把卡给她撒谎。 那你说实话, 到底是糟贼了, 还是不想给老人卡? 警察严肃地问我。 我拿起手机翻视频, 警察同志, 我说的是实话, 我有证据, 这是小偷偷我东西的监控视频。 这下轮道众人傻眼了, 纷纷点起脚, 伸长脖子, 去看警察手里的尖录像。 监控正对助音音, 拍得清清楚楚, 身上还穿着睡衣, 这是你家自己人吧? 警察纳闷地问, 我点点头, 她就是住在我家里的小姑子助音音, 不过她现在搬旁边小区去了。 这回轮道婆婆傻眼了, 警察迅速出动, 我领着他们一起去住莹莹住所, 婆婆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 到了门口, 警察让婆婆开门, 婆婆迟疑着不愿意开。 我真的无语, 难道她以为自己不开门, 警察就进不去吗? 婆婆拿出钥匙, 我伸手拿过, 打开门。 一走进门, 警察大步朝卧室走。 打开门, 屋里亮着灯, 明亮的光线中, 祝莹莹浓妆艳抹, 衣着暴露, 正在手机前跟人视频火热聊天。 看到我们, 她立即把视频关掉, 凶恶地朝我吼, 问我要干什么。 两名警察严肃地制止了她, 问她东西到底是不是她拿的。 不出意外, 助鹰鹰死鸭子嘴硬, 一口咬定她没拿过。 当然, 如果不是我提前装了监控, 要撬开她的嘴的确要费不少功夫。 眼看警察要动真格了, 婆婆冲上去一巴掌打在她手臂上说, 你这丫头糊涂啊, 监控都给你拍下来了, 你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吧。 此时的助鹰鹰一脸被雷劈了的表情, 可能是没想到我居然背着她悄悄装了监控, 还把她的作案过程都给拍了下来。 下一秒, 助鹰鹰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突然叫起来, 我承认我承认, 是我拿的, 我马上给你们。 说完赶紧打开衣柜, 把东西都爆了出来。 东西全部在这里, 我一件都没有动, 我就是想下下良心悦, 我不满她把我和我妈赶出来租房住。 助鹰鹰辩解说, 可这些东西明明是在她被赶走前偷的。 警察暂时没理她, 让我轻点失误, 还有两万块现金。 我清理完说, 警察马上问助鹰鹰。 助鹰鹰一愣, 立即反口咬道, 没有, 我没看见, 她说有就有吗? 谁能给她证明, 她就是想诬陷我。 警察皱眉, 既然这样, 那你先跟我们去趟派出所, 协助警察把案件查清楚。 不要, 不要啊, 警察同志。 婆婆赶忙叫道, 看向我, 这样吧心悦, 那两万块钱就从我的卡上扣, 算我补偿给你行了吧? 又跟警察求情, 这是误会, 这是家事, 我们一家人可以商量, 千万不要带走助鹰鹰。 我无奈地吐一口气, 我觉得婆婆这么惯下去, 助鹰鹰早晚得出事。 果不出我所料, 助鹰鹰很快又开始做了, 而这一次她是直接将自己做死。 助鹰鹰的计划频频落空, 还被贴上了小偷的标签, 在这片根本待不下去。 婆婆也劝她离开, 去外面打几年工再回来。 眼看终于要把这个温神送走, 想不到, 她居然失心疯, 临走还要干一票大的。 她竟然找人绑架了我的小女儿, 她的亲侄女, 敲诈我们二百万。 接到敲诈电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次助鹰鹰必须去蹲大牢了。 我火速报警, 并第一时间给警察提供了女儿的GPS定位。 早在我网购摄像头的时候, 我就同时给两个孩子购买了儿童防走防丢GPS定位器。 我买了三个, 大女儿是原本的电话手表兼定位器的双保险, 小女儿是两个定位器, 一个装在书包里, 一个每天藏在衣物里。 孩子是我的命, 我当然要第一时间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 我本来也是以防万一, 却没想到祝鹰鹰还真会对亲侄女下手。 由于有GPS定位器, 警察很快找到他们, 并迅速实施抓捕。 祝鹰鹰根本没料到警察这么快就找到他们, 据说被抓的时候还和拼头在宾馆里看综艺节目哈哈大笑。 经过警察的连番审问, 竟然查出两人的多起犯罪事实, 包括拐卖儿童、电信诈骗、 酒托昏托等。 恕罪并罚, 祝鹰鹰一审被判入狱八年, 她那拼头被判十年。 有一次, 我碰见婆婆跟人聊天, 一个劲地说, 孩子不能惯, 男孩女孩都一样。 惯坏了, 惯多了慢慢就变坏了。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大姐八岁被过继给二伯, 九十一年我高考落榜, 大姐来到了我家, 我叫张梅香, 出生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 我们的村庄不大, 大概有四十多户人家,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 大家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我一共姐弟四人, 我是老二, 我的上面有一个姐姐, 她比我大三岁,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在我很小的时候, 每天起床之后, 根本就见不到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因为他们为了挣公分, 都去干活了, 家里只剩下我的大姐, 她照顾着我和妹妹。 那个时候, 我的弟弟还没有出生, 大姐看到我们睡醒了, 她贴心地给我们拿来窝窝头和蒸红薯, 让我们先吃着, 接着去灶台那里给我们热玉米面糊糊。 奶奶常常告诉我, 从小到大, 我的大姐就像一个小大人似的, 她四岁多就开始学着洗衣服, 奶奶去厨房里做饭的时候, 姐姐还会去灶台那里烧火。 然而, 等到大姐八岁那年, 我们家里发生了变故, 那天, 母亲早上去生产队干活, 但是, 一直到中午, 我的家人都没有回来。 后来, 我才知道, 母亲去生产队干活的时候, 她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但是, 母亲舍不得在家里歇着, 想着多出去挣点公分。 谁知道,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母亲早产了, 家人把她送到了医院。 那次, 虽然母亲和刚刚出生的弟弟都保住了, 但是, 因为弟弟的身体不好, 她在医院住了快一个月才出院。 因为这件事情, 家里不仅把那些年的积蓄都花完了, 而且还出去借了一些钱。 所以说, 自从弟弟出生之后, 我们家的生活过得更加艰难了, 奶奶要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弟弟, 父亲和爷爷还要去挣公分, 因为爷爷的年龄也大了, 他也挣不了多少公分, 全家人只靠着父亲一个人, 实在是太难了。 奶奶就让我的父亲 给远在外地的二伯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家里的情况, 让二伯帮帮我们家。 我的父亲弟兄三个, 父亲是老三, 大伯住在我们村的南边, 他的家庭条件也不好, 因为大伯家里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二伯年轻的时候, 虽然长得高大帅气, 但是, 奶奶根本就没有钱给二伯娶媳妇。 后来, 二伯就和朋友们一起去山西挖煤。 两年之后, 二伯在山西机缘巧合地遇到了二娘, 他们两个人就在山西安了家。 二娘也在煤矿上班, 经过两个人的努力, 二伯的手里也有了钱。 二伯和二娘曾经坐火车回来过两次, 他们带的各种好吃的, 我和姐姐从来都没有见过。 后来, 二娘生下一个儿子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怀过孕。 虽然二娘只回来了两次, 但是他看到我和姐姐之后, 都是笑咪咪地拉着我们的手, 还给我们梳好看的垫子。 那年, 奶奶的信发出去十天之后, 二伯和二娘就坐火车来到了我们家。 二娘在镇子上面买了一篮子鸡蛋, 他还给我们带了三串糖葫芦。 后来, 二娘和二伯就和我的家人坐在一起聊天。 我闲着没事, 就站在屋门口听着他们说话。 二主, 如果你们把煤箱带到外地之后, 一定要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他。 铁柱父亲的名字, 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坐着, 如果煤箱过季给你二哥之后, 你们以后就和煤箱没有关系了。 奶奶小声地对父亲说着, 三弟, 你放心, 煤箱跟着我们走了之后, 我们肯定会好好地对他。 二娘的声音响了起来,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一下子就猛了, 直接进了屋子里面, 哭着说道, 我不想去外地, 我想留在老家。 后来, 我哭得泣不成声, 然而, 父亲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后来, 我才知道, 我的家里根本就养不起四个孩子, 二伯和二娘早就想要一个女儿了, 她们本来想着把年幼的妹妹带到外地。 但是, 妹妹那几天刚好有病, 而姐姐的年龄有点大了, 后来就想到了五岁的我。 那天的我哭得撕心裂肺, 就连二娘给我买的糖葫芦, 我也不吃了, 把糖葫芦扔到了地上, 用脚不停地踩着。 我的哭声惊动了在厨房烧火的大姐, 她拉着我的手, 不停地安慰着我。 当大姐知道事情的原因之后, 她直接就走到了二娘的面前, 对二娘说道, 二娘, 带我走吧, 我今年八岁了, 早就想上学了, 我的朋友们都上学了。 但是, 我的家里没有钱供我上学, 到了外地之后, 你们能不能让我上学? 我的年龄也大, 如果到了外地, 还能帮你们干活。 二娘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她想不到八岁的小女孩, 竟然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说不定这个孩子将来很有出息啊。 于是, 二娘拉着大姐的手, 不停地对她说着, 玉眉, 等到了外地之后, 我先去给你买一身新衣服, 再给你买一些好吃的, 保证把你送到学校读书。 大姐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再也不说一句话, 一直低着头。 我的个子矮, 看到大姐的眼眶里都是泪水, 在那个时候, 我知道大姐其实不想走, 只是她看到家里实在是养不起四个孩子, 她只想着给家里省一些粮食。 那天晚上, 大姐偷偷地抹着眼泪, 一直到很晚, 我看到大姐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面, 不知道她在想着什么。 平时, 大姐舍不得点煤油灯, 那天晚上, 她一直不睡觉, 可能是想在家里多坐一会儿, 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家。 第二天凌晨, 天还没有亮, 父亲就起床了, 他把家里的那只老母鸡宰了, 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鸡汤, 想着让大姐好好地吃一顿。 家里的大人们都舍不得喝鸡汤, 大家都是吃得玉米面糊糊。 母亲坐月子的时候, 她也不让父亲宰那只老母鸡, 想到大姐就要走了, 平时大姐在家里吃不饱, 就让父亲把那只老母鸡宰了。 然而, 大姐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两口鸡汤, 就催促着二伯和二娘赶紧走, 要不然赶不上火车了。 大姐临走的时候, 她偷偷地把我拉到了一边, 小声地对我说道, 没香, 我走了, 家里的那些鸡汤, 你和妹妹慢慢地喝, 你们喝的时候, 不要忘记给咱妈也盛一碗, 她正在坐月子, 身体弱。 听到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因为我知道大姐舍不得喝鸡汤, 平时我们就算是到了过年的时候, 也没有鸡汤喝呀。 后来, 在大姐去外地的很长时间, 我都会想起来大姐, 每次都会泪流满面。 三年之后, 从外地寄回来了一封信, 父亲打开信封之后, 当时就泪如雨下。 因为那封信是大姐写的, 大姐的字歪歪扭扭, 并且有些字还是用拼音代替, 父亲看了好几遍, 他一边吊着眼泪, 一边给我们念着, 信上写的意思就是, 他已经在外地上学了, 平时的生活也很好。 每天都能吃到大米饭和白馒头, 并且隔三差五还能吃到肉, 二伯和二娘对他也很好, 让家里人不要惦记。 知道大姐在外地生活过得很好, 我们全家人总算是安住了心。 后来,随着芬田到户之后, 我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一些。 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民, 他们也吃了一辈子没有文化的苦。 所以说,自从我开始上学之后, 父母都希望我好好读书, 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走出这个小山村。 从小到大, 我的读书成绩也很好, 而大姐也经常给我写信, 他在信上叮嘱我一定要努力读书。 那些年, 二伯和二娘也经常给我的家里 邮寄各种吃的喝的。 到了我上初三那年暑假, 二伯和二娘带着大姐从外地回来了。 自从把大姐带到外地之后, 二伯和二娘也回来过两次, 但是他们都没有带着大姐回来, 他们说大姐在外地上学, 每天的功课都很忙。 那是自从大姐走后, 我弟, 一次见到大姐, 她长高了很多, 并且还变漂亮了很多。 大姐看到我们之后,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系上围裙, 开始去厨房里面洗菜做饭, 就算是母亲拦着她, 大姐也要做饭。 三弟, 我今天带着玉梅回来, 就是想着告诉你一件喜事, 玉梅今年考上了大学, 她在开学的时候, 直接就去上大学了。 这些年,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家总算是出了一个大学生。 二伯笑咪咪地对父亲说道, 父亲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看了一眼大姐, 随后就流下了眼泪。 那次大姐回来, 她很少和我的父母说话, 只是看到我之后, 大姐特别高兴, 她耐心地给我讲解 各种不会做的题。 大姐只是在家里住了一天, 她就和二伯走了。 大姐临走的时候, 父亲拿出来了家里的三百元钱, 她想让大姐上大学的时候用, 但是大姐说什么也不要, 二伯也说她有钱供大姐上大学。 那年, 我们家里存了二百七十元, 母亲去邻居家里借了三十元, 凑够了三百元钱, 想着把三百元都给大姐。 看到大姐不要钱, 母亲就煮了十几个熟鸡蛋, 让他们在火车上吃。 母亲又把三百元钱包好, 放到了熟鸡蛋里面。 三年之后, 到了九十一年, 我上高三, 然而, 到了高, 考前的一个星期, 我开始连续不断地生病发烧, 等到考试那天, 我也是头晕脑胀地进了考场。 后来, 我蹬着自行车去县城查了考试的成绩之后, 一路上哭着回到了家里, 因为我觉得很丢人, 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平时的读书成绩很好, 他们都以为我会考上大学, 想不到我竟然落榜了。 梅香, 你不要生气了, 考学这条路咱们走不通, 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你和咱们村的燕红一起去纸香厂上班吧。 燕红和你的年龄一样大, 她初中没有上完就出去上班了, 现在也挣了不少钱, 他们家的那间大瓦房就是燕红挣钱盖的。 你今年也二十岁了, 和你一样大的女孩子有的都已经出嫁了, 你的父母还要抚养你的弟弟和妹妹, 你母亲的身体也不好, 她常年吃着药, 你如果想去了, 过几天, 我就和咱们村子小李说一声, 因为她在纸香厂上班, 奶奶一刻不停地说着, 听了奶奶的话之后, 我有些心动了。 我的父母虽然反对我出去上班, 但是我不想听他们的话, 因为我看到父亲的背越来越妥, 母亲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 就算是我复读后考上了大学, 他们从什么地方给我凑学费啊? 于是我就给大姐写了一封信, 告诉大姐自己的想法, 我高, 考落榜了, 过几天准备去纸香厂上班。 然而, 我的信发出去之后, 大姐一直没有回信, 六天之后, 有两位亲人来到了我们家, 二伯和大姐。 二伯一进门, 就把奶奶拉到了一边, 对她说道, 妈, 你怎么糊涂了? 梅香平时的读书成绩那么好, 她只是一时失误, 今年就算是落了榜, 明年还可以复读, 如果她现在出去打工, 就是毁了她的一辈子啊。 女孩子如果上学有出息了, 比有些男孩子要强很多。 奶奶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低下了头。 梅香, 我现在上大三, 你知道上大学有多美吗? 我在大学里面 可以学自己喜欢的砖, 也,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 还能出去轻轻松松地挣钱, 如果我有了钱之后, 就能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你从来没有走出过这座大山, 只在县城上过高中, 你也从来没有坐过火车, 你难道不想去外边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你难道不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你肯定也有梦想啊! 如果你现在出去上班了, 你就会在这个小山村辛辛苦苦地劳动一辈子, 姐姐滔滔不绝地和我讲述着外边美好的世界。 三弟, 如果梅香考上了大学, 她的学费你们也不用惦记, 我有钱供玉梅上学, 就有钱供梅香上学。 兄弟同心, 我没有女儿, 玉梅和梅香都是我的女儿, 以后有困难了, 只管和我说。 包括玉梅, 我虽然把她抚养长大, 但是她始终是你的女儿, 将来如果玉梅不孝顺你们了, 我还不愿意呢。 二伯紧跟着对父亲说道,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父亲, 一个是生我的父亲, 一直把我抚养到八岁, 一个是养我的父亲, 一直供我上大学, 如果没有你们, 就没有现在的我。 大姐拉着父亲和大伯的手, 她的眼泪已经掉了下来。 那年, 大姐和二伯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 看到我进了学校, 他们才放心地离开。 等到地, 二年, 经过我的努力, 终于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大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我们全家人都哭了。 父亲给二伯发了一个电报,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平时, 我们两家人联系的时候, 为了省钱, 都是写信。 得知我考上大学, 二伯和二娘带着大姐 又坐火车回来了, 他们送回来了一千元钱, 让我上大学用。 因为那年, 我的弟弟妹妹都需要上学, 我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 供我上大学。 我上大二那年, 大姐也参加工作了, 她每个月都会给我生活费, 让我在学校里面用心读书。 现在, 我和大姐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二伯和二娘都已经老了。 但是,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都要去看二伯和二娘, 给他们带吃的喝的, 只要听说他们的身体不舒服, 我一定会坐火车过去照顾他们。 我的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 因为他们住在农村, 根本就没有养老金。 我和大姐每个月都会给父母转一些钱, 让他们买一些吃的穿的。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在我们小的时候, 身边的亲人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现在他们已经老了, 我们更要一心一意地孝顺他们。